10月20日的大把戲有我們三個在這裏 今天是星期六套重磅的作品 先選擇了 這套馬田史高西斯新作《花月殺手》2010分鐘 Albert 是會看的 這些一定會看的 馬田史高西斯當然會看 不看就讓你笑當然不用 好,接著張藝謀的新作會不會看呢 這個《堅如盆石》 看了 這個是國慶四大電影的其中一部最矚目的電影 在國內的話 好,待會我重點說一下 另外幾套亞洲作品 有一個台灣代表他馬克老闆 盧廣仲主演的戲劇 辦公室戲劇 新加坡代表裴月 接著有一個香港代表 賴欣慈 新導演的作品 《四拍四家族》 還有這個德國 上一套就是《水養的女人》 我們很喜歡 這次另一套叫《聖夏如準》 我們可以詳細說一下 先說了 我們一起三個看完那套 《堅如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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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潮流 大家喜歡看這類型電影之外 張藝謀大戰陳凱哥 就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戰 兩個就是欠做奧運的導演 最後張藝謀爭贏了 因為有一個好準備的問題 張藝謀和陳凱哥有什麼不同呢 兩個導演來算 我覺得張藝謀在做這個研究上 不只是電影 大部分的奧運會也好 電影也好 他是做了很多大量的資料搜集 而這大量的資料搜集 這部電影是會看到的 因為同期 國慶還有一部真實的改編 就是俄羅斯 什麼俄羅斯 火車劫案 莫斯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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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真實個案改編的 那麼你看得出 香港導演拍的真實個案 以及國內導演拍的真實個案 很不同的 那麼莫斯科行動 我們遲些再講 先講了這部 這部呢 如果大家有看到背景的話 他其實是用了一宗重慶的大案 來改編的 那麼他用了一種懸疑的手法 去寫這個故事 我覺得真的寫得很好 為什麼寫得很好呢 其實這件這樣的真實個案 我想200個字之內 就講了給你聽 講完了 也都不是一些 有什麼奇案 是一些很普通的貪污案 但是我想在這個觀影過程之中 他是一路一路很懸疑 很抽屍剝繭 去聚述這件事 而你覺得是有追悍性 是會看下去的 就是我覺得編劇真的很厲害 而且他真的做很多資料搜集 所以我覺得 就是張藝謀拍這部戲呢 一開始是很有期望的 但是進去之後 也不會有失望的感覺 唯一失望的是女主角 女主角 周冬雨 周冬雨的角色是工具人的角色 可有可無的 你沒有了他 一樣的故事都行得通的 我在想 周冬雨這些這麼厲害 周冬雨穿了警察衣服 就真的很格格不入 不是警察衣服是格格不入 而是他看完這個劇本 他都會接這部戲 這樣才厲害 我就覺得周冬雨真是有情有義 其實是不能發揮的 第一次是山楂樹之戀 第一次是張藝謀發掘他出來的 他還給你一個人情 真是很尊師重道 可以說是這樣 但是做得最好的一個 不是男主角 不是雷介陰 反而是反派一個 有一個叫于和偉的男主角 現在大陸很流行 一些四五十歲 或者五十歲過後 我很喜歡這些 即是繼張藝謀之後 即是狂標的張藝謀之後 現在這個于和偉又爆了出來 又是做反派 即是又是做 其實 即是狂標裡面的張藝謀 和這部劇 堅言盆石裡的于和偉 其實兩個角色是很相似的 只不過張藝謀那個 就是由低下階層 講他如何發跡 就做了這個黑幫大佬 而這個就是黑幫大佬 去做得很相似的 即是我們經常都說 我想幾圖都很清楚 即是編劇理論 讓你選擇做正派還是反派 喂 厲害的演員一定是做反派的 因為反派 搶很多的 他做得把雷嘉欣變成男兒一樣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雷嘉欣已經是藍衣 還被張國立搶起來 但是三個人 雷嘉欣的名氣 你看一個poster 誰站在中間 最響的 就是張國立 接著才到雷嘉欣的 但是雷嘉欣真的很厲害 老實說 一開始火鍋那場 很短的一場 整個人的性格都立體交代出來 那場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火鍋扔個電話 那種城府的深度 那種商界上的那種空殘 你見到他出來了 第一場出來了 那場真的快靚靚又短 你拿一個電話 還有那場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計算 三分鐘搞定 但是那個力 你看完出來 那個力不單是描寫這個 你所謂的藍衣 這套是調子 那個世界出來了 整個世界出來了 那場真的很厲害 那場他放在禁止 他真的省了很多功夫 去描寫這個世界 是功夫了得 不是省了很多功夫 是啊 功夫了得 OK 省了很多功夫 OK 那企圖呢 很收貨 很收貨 我當然是收貨 我挺喜歡的 顏色又漂亮 張藝謀的顏色 你真的沒辦法挑剔 是不是 承出去的彩色 你沒辦法挑剔 嗯 幾圖呢 我就一貫一貫 嗯 因為這個戲 我覺得整個故事 挺曲折離奇的 這樣就整個 其實我的故事很簡單 真事是200個字之內 都說了給你聽 是以後的 是 是 因為他全部的人物都是真實的 所謂真實 我是挺懷疑的 尤其是他 全都是真實的 尤其是那個兒子 和那個女兒 那些是不是真實 他真的殺了那個女婿 真實 不是殺女婿那個 我說那個 子侯 原本已經死了的那個媽媽 他殺了那個女人 但是那個 就是那段情就是作出來的 就是那個什麼情婦 但是他真的殺了人 這個是真的 其實整件案件 那你如果說 就是藉著電影 來去了解整個那個案情 裡面來說 那我覺得 就裡面有很多那個叫疑問 就都沒有解決的 但是呢 就整個戲 就是你看那個時候呢 就有一個很好的處理 的確我覺得 老一輩 就是於和為 是吧 於和為 那兩個角色 就因為他有懸念 究竟是 忠還是奸 他有什麼內情呢 整套戲的 是懸念在那裡 是呀 是呀 最好看是那個人 反而雷佳欽呢 那個角色呢 你會看到 張藝謀的處理 就出了事 出了事 那個變成了藍衣 那個真的變成了藍衣 不止 直接是工具來的 是串連個戲裡面的螺絲釘 因為為什麼呢 那如果他是螺絲釘 那周冬宇又怎麼搞呢 周冬宇呢 全剪掉他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全剪掉他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就算是那一場 你說最後那一場 那一場 沒有用的 大哥 不過他有賣點 其實全剪掉都可以的 全剪掉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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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相認真 還有他解決了一個問題 就是 人人人都說他不能出醒 但這次他拍 我拍重慶的最現代的那個 那樣子出來 那你會看到 不行了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風格 還有多新穎的風格 他沒有說我是重慶的 他是某個城市 那一坐下就吃火鍋了 哎 謝謝大哥 哈哈 以那個 那個故事 裡面來說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 有一部電影 李老友 導演那部 《追憶似水流年》 《追憶似水流年》 《追憶似水年華》 其實那個形式是相似的 相似那個故事的 是 即是上一輩留下了一些 一些營業 一些卡馬 但是呢 去到今時今日 就是下一代 裡面那裡 就變成了 他們那種叫做 受害者 這樣那個 這個主題我覺得 就挺對的 你講近期的那些 那些電影裡面來講 最初我說覺得 顧著一堆都 激感 但是如果比上來 我覺得這部比較厲害 我喜歡這部 這部好像比較細節一點 即是攝影啊 演員啊 導演啊 劇本啊 都比較fine toning 就是沒有那麼多沙石 Smooth一點 應該這樣講 簡單一點來講 因為我覺得他的故事 裡面所謂曲折離奇 就是我覺得他多了很多 一些另外的元素 尤其是講親情啊 或者有些叫做是 遊兵子女啊 就是那些呢 就太複雜了 反而呢 如果你集中呢 一開始把 國立和阿瑜和偉 兩個那個 那個出來呢 就是說 有兩個這個 城市的那個叫做是 最大的一個市長 一個企業家 原來他有一個叫做是 背後還有很多蘇州的東西 大家不知道 究竟誰是最出事的那個呢 是 那那個呢 我覺得開得很棒的 是 現在雷佳音呢 雖然說主角呢 他第一場呢 跟著第二場去火火炮呢 他又要出事 是 因為 老爸都已經告訴你 剛剛這個時候 你急 你當晚去做那個事情呢 是一定不行的 是出事的 是的 但是呢 原來他去那裡的時候 原來他是沒有目的的 真的跟那個人聊 你就不會覺得 這個雷佳音那個角色 是一個神探 一定要去那場火火炮 那個原因 那好像這些角色的處理呢 你就覺得 哎 差了一點 因為雷佳音本身呢 就以為他設計到 好像 密書士推理 那種天才 天才型偵探 那樣 是 然後後面又沒有一個 很好的支持的 在這個危急關頭之下 你靠你的腦袋去蒸破這件事 我想原本 給我劇本去的事情 應該有的 應該有的 但拍出來就沒有了 就是 就是這樣說 我也問 Albert 你覺得他 雷佳音 周冬雨 還有另外那個 像不像暗黑風暴 就是暗黑者 那年輕的三個 都像的 都像的 是的 這樣 你會看到 如果他 真的用暗黑風暴 那個來比 新世代查案 那樣 他會好看一些 是的 他不用這麼複雜 那些身份關係 你說他的工具人 都是對的 但是變成 工具人 三位都有他的技能 譬如 一個用腦 一個靠 大家都吃腦 不同層次吃腦的時候 真的沒有了 我剛才所說的 一些情節 就是彰顯他的聖目 就是彰顯他的聖目 那就變成 雷佳音 就好像我們看 TVB 和譚俊賢那些偵探片 你感覺到嗎 是的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有 我看TVB的偵探片是怎樣 我覺得 很國劇 那種電視劇的世界 浪費了 不是 有一個 這是傳聞 我無法證實 傳聞 是被人剪走 是被人剪了50分鐘 是 所以現在 你見到有些轉折位 是恐嚇的 現在才這麼短 因為被人剪了50分鐘 但是這個 我聽回來的 我不敢證實 我聽回來的 我看回來的 我看報道回來的 報道也是這樣說 我看豆瓣那些 國內的寫手 寫英評那些 都說 有些位置 是 我看的時候 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是剪了很多 然後補了很多電影 是 是 當然 我經常覺得 你寫一些 官場的 壞蛋 這些劇 肯定會 惹來很多 審查 這些必定有 但我經常覺得 如果這部電影 真的要拍 但出來禁止破碎的話 不可以每次都說 喂 有個叫原諒的位置 這套 那些轉折位 是過分的壓突的 我覺得是 因為這樣 聽說 因為於和偉的原型 即是他原本真實的那個人 大家去上網找一下 叫做黎強 你打從重慶黎強 你可以找到那個資料出來 他說這部電影 即是他的罪行 拍不到黎強的三分之一 即是他人本身是更凶狠的 真的會殺了女婿 殺了情婦 即是皇帝一樣 這部電影 他生感到現在 已經是 貓了很多 可能就是過分的頭 我覺得就是 寫新孵首辣是沒關係的 但對於他女兒的那種 好TVB劇 那種 對於24孝老豆 《餘愛》 《餘愛》 那種對比是真的不行的 你還想說 在房間 在酒店 女兒在裡面生兒 外面在指揮殺人 很精密地,很凶狠地在指揮人去犯罪 但裏面對著女兒很慈父地擔心她 我覺得真的很像電影劇 玩演技 我給你選擇,你近期看了四部真實個案改編的電影 《消失吉他》 《內地電影》《消失吉他》 《孤著一閘》 這部《第八嫌疑人》 你看了莫斯科行動嗎? 你當我看了第八個嫌疑人吧 我覺得最好看是這部 我也是選這部 雖然我剛才說了很多不好 我覺得這部最好看 我覺得這部比滿江紅好看 哦,滿江紅? 它是比滿江紅好看 有兩種不同的口味 不是,張藝謀電影 其實我的原因就是這個戲 我都對於張藝謀的作品來講 我都覺得有不少那些戲劇上的 處理得不好的那些沙石 但是他玩那個劇裡面來講 這部比滿江紅好 因為滿江紅呢 我一知道了張藝和誰呢 那個是宿直關係那時候呢 就覺得那個戲就已經淋了的了 但是這部呢 就反而呢 你會覺得到尾的時候呢 他雖然有些人覺得他複雜 不是那麼通 但是他玩情理呀 玩那個角色的那種描述呢 這裏呢 就有大師級的那種感覺 有大師級的那種感覺 就是魏雄江的那個飽和度 他拿到最盡 是近乎爆的邊緣 就是那個是那個 魏雄江館 和那個劇的那個氣氛 是融在一起的 就是就爆就爆的了 就是五光十色之下 是真的差一點點 就是一刀就爆的那個感覺 是啊 就是他本身是市經師來的嘛 就是劉偉強那樣 就是這些東西他當然是收拾得很小的嘛 就是專科來的嘛 我想調教一下 他不是漂亮的 他有戲劇元素的 是啊 因為張藝謀他把這個城市裡面 那裏呢 那種光啊 那種華麗呢 他不是用漂亮的來表達 是一種光害來的 所以你會看到 又變成好像沒有 東西是不清晰的 爆了出來 是一個戲劇的元素來的 就是晚上都沒有一個寧靜感 如果你去過重慶那時候 你看看重慶世界 現在這個呢 你看到他都挺寫實的 抓到他 對重慶有個看法 你放了這個戲裡面呢 變成了戲劇元素來的 因為我覺得張藝謀呢 他譬如故意玩光的那些戲呢 之前 譬如滿城盡大黃金甲呢 他都處理得 這次好過那一部 因為那部他的宮廷啊 用那些流離光啊 那裡呢 你看到呢 那個戲劇性就出來了 但是效果不漂亮的 不是 不過癮的 但是這一部呢 你會看到呢 有層次 就是日後和晚上那個分別啊 尤其是晚上那種呢 它裡面呢 就將一些光 去到那個有光害的世界 就是這個感覺呢 就套落這個叫做最惡城 這樣來看呢 是戲劇元素來的 所以你會看到呢 他作為攝影師呢 裡面呢 他對於那個光 他不是就這樣調色 抓到一種呢 就是說 哇 你看都很上心願望的 就是那樣的 有戲劇性的那個 表現出來的 尤其是我覺得 你最不喜歡啊 啊啊啊啊 周冬雨 我好喜歡 我好喜歡周冬雨 但我真的覺得很浪費的嘛 我看見他穿警察制服 已經很有喜感 就是你未見過那些 這麼小的女警 因為他那段 真的 工具人到你不相信 工具人到你不相信 不是啊 不是啊 船上那段 是啊 船上那段 是槍戰那段 外面 裡面呢 那個光暗 那個調校是真的 他很細緻的 為什麼我總是覺得 張牧師高一班 其實單單從一場 一場的動作 場面就看到了 某一個 他們的 字頭的律師 那 那 林主角找到他之後 準備離開的時候 突然間有輛車撞過來 是啊 喂 那個光暗是很厲害的 真是 擺鏡子 什麼時候衝過來 生意效果如何做 他在家屋裡面拍了 那個設計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告訴你 我大師 角師不是大師 張藝牧 我交一些東西出來 是要這樣的質素的 有質素 即是不會失禮的 是啊 你確定不會失禮 他就好過 白皮特的 Midjo Brad 和三間的 麗麟給車撞的 那個設計 因為你知道 張偉謀是可以 是一些 這部電影的導演 這部電影是可以出現的 而這部電影是不會失禮的 應該不會失禮的 這部電影是不會出現的 應該不會失禮的 但是你肯定不會知道 這部電影是不會報名出現的 那一部電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些是你說的 你會說的 不是的 你一定會知道 不會找這部電影 以往張藝牧的電影 滿城盡鬥王金格英雄 再數到以前 譬如在早期 90年代 80年代 肯定會拿來報名 即是張偉謀 那些 為什麽要拿來報名 即不是單止所謂的 奧運開幕式總導演 是他以前的 那個 投票那麼厲害 但你覺得 你看完之後 覺得 不會拿這部電影來報名 是啊 喂 CCTV都很幫忙 CCTV第六台是電影台 這陣子不停播放英雄 然後再拿他做秦勇出來播 即是他跟龔利那一套 秦勇我有份的 程小冬導演 是啊 你想想張藝牧做演員 你自己想想幾年前 三十多年前 大佬 你不會拿回 1989年出來 哦 那也是 那也是 不是 他做一部 可能會拿的 叫做老井 老井 老井 他在東京本 讀得最佳男主角 好像是 老井 老井也很好看 不是他演員 是很好看的 當然 這部 叫做張藝牧第一次的 都市犯罪電影 都市 我不是 都市犯罪電影 但時裝動作片 以前也有一部 叫做代號美洲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裡出了事 喂 喂 你聽我說 那時候我記得 九十年代初期 我去看這部 什麼美洲炮 代號美洲炮 哇 他的殺手 是白色西裝 白色褲 紅色襯衫 然後戴著Ray Banner 哇 嚇到我 哇 不是吧 你明白嗎 他們是 哇 真是搞不定 深圳時裝 簡單來說 我覺得 你也是 拍一些 鄉土情懷 這些戲 比較適合 拍不到那種 城市的感覺 但這次 他真的拍到城市的感覺 是 大城市那種 很華麗的感覺 但是你要知道 三十年之後 嗯 但據這個 有一場戲 我不是太看得懂 就是陳忠 對於和蔚說的那句 是什麼原因 是 是農工商 是 我農工商 是啊 四個字 是農工商 是農工商 我也不太明白 我不太明白 你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你真的不明白 還是你不說 你不可以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你之前說的那些 精宗 那些異 都理解 但是 那句 是農工商 我就真的 要想一想 那個深度 如果 有些聽眾知道 不妨留言 告訴我 為什麼 是啊 我也想知道 我去了廁所 他說的時候 去了廁所 不是 在廁所一句 很簡單 是農工商 我也想 什麼事 我以為是密碼 那些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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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我相信 沒有私密碼 我相信 Albert 就說這裡剪了 接近有幾多分鐘的那些 50 網上都這樣說 我懷疑 陳聰那條線 現在是短了 因為現在太神化了 陳聰 其實他是好看的 現在還是好看的 但是也覺得沒有理由這麼少的 因為他和這兩個男人之間 那個關係 現在都不清楚的 但是他也知道 跟那件事的 那個前面的 那個實相 很有關係 他是其中一個很關鍵的人物 尤其是一個 女人角度 他現在這個 就是少了 我想 剪了也是他 那條 角色線 總體來說 這部 還可以 這部 還可以 今天禮拜選這部 因為看了一部 是啊 過兩天 回到大陸 看了他的女兒那部 玩夠嫌疑人 看看可不可以 又是這些 他的女兒上一部 就是拍的了 是不是已經數到他 是啊 是啊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女兒也不厚 他的女兒也四十歲 張藝謀是七十多 他的女兒也四十歲 不是太小 是 因為他除了拍之外 因為 再之前 有一部 有一部 都是 大部份 是他的女兒做執行導演的 全民 山楂樹之戀 是他的女兒做執行導演的 全民 全民 就是拍了很多 全民 但是拍是 是 證實是 大部份 是他拍的嗎 都好像是全民來的 因為他拿 因為他拿了今晚 最佳導演獎 女兒沒有上場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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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很多都傳聞說 那個是女兒拍多 這次 這次就見真章 這次就掛個女兒 自己掛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品牌 那我們是應該要看的 要台 是啊 我就肯定會看 還有幾出 我也會看的 幾出一起上 不過 現在成為這個大把戲 國內知善主持 你是不是變成了 不如拼一下 因為 陳凱哥那部戲 現在香港都還沒有漏畫 兩部都是同時上 你有沒有看到的 我沒有看過《自願君》 我沒有看過 我看過 你知不知道我連什麼 我連《英武殺》也都看過 《英武殺》也是奇案電影 就是周冬宇做女主角 又是周冬宇 都不差的 不過比起上來 張藝謀贏了 是啊 陳凱哥那個 他作為軍人家族 他拍的有 《長春湖》的感覺 他的角度和《長春湖》是有不同的 有不同 那些角色是好看很多的 但比起上來張藝謀 都是他贏了 張藝謀 我也想說這些 不知道Alan你怎麼評價 我沒有看過《自願君》 老實說 陳凱哥當然是一個 國際很知名的導演 但其實我還念念不忘 他那部《Killing Me Sophie》 那部出事 我一想起《Killing Me Sophie》 我就說 《茅雷主角》很漂亮 停一停想一想 一聽到 這三個字 《Killing Me Sophie》 那部出事 等於美洲炮行動 這些真是污點 這些真是很害怕 因為陳凱哥 始終你無極出事 但要貓主 其實不頑 但人們已經不理會了 始終都是一個 我們很追求的內地 你《志願君》是近年 他比較好看的 是啊 即是《志願君》 始終他都不像長春湖 走一個這麼商業的路線 始終他走出來 都說我是一個私人 他現在還在賣這個形象 是 是 即是我們帶協賣 陳凱哥這樣計 叫大家看他那部電影 其實不算差 也看了 這部就差不多了 送走了Albert 我們又說其他五部電影 今天星期六套 我們都全部看完 我們先說四拍四家族 在這裏講產片 賴欣馳導演 賴欣馳導演 賴欣馳我聽了我的名字很久了 就是這個很器量的主創人 也是經常遊走舞台劇 他自己本身有一個教師 然後他也是拍過短片 拍過長片 這次第一次拍商業長片 我自己覺得成績是滿意的 我自己覺得是 圍繞著四個不同年代的音樂人 Teddy Robin 謝安琪 Anna 和陳樂婷 四個都很不同風格 但出來都很像是家庭的感覺 雖然有各自 但大家都圍繞著兩個字 音樂為主 我自己就 新導演我們當然有不同的 評論他的方法 我覺得看有沒有銳器 有沒有自己的風格 絕對有 也絕對是合格的 我覺得是 真的用心地圍繞 用音樂去打造這套電影 我是喜歡的 我自己覺得 暫時講得那麼多 那是幾套 這個 四拍四家族 賴恩慈 我也挺熟悉他 也看過他的短片 覺得他這次拍這個主流片 雖然那個故事是很主流的 但是他用那個手法 就相當不同 還有很開朗 很自由的去 因為這個故事 他看到有很多香港情懷 因為他整個故事 都發生在一間屋裡 那間屋裡 就是 說爸爸 Teddy Robin做的角色 在街行街那裡 就看到那個獅子山 視像和選景都算得很好 那整個故事 你都會看到他 他環繞了四個角色 但是這四個角色裡面 你會看到他多有心 就是想用今時今日這個 就是香港的狀態 來套入這個家庭裡面 來發展這個故事出來 其中最重要的女主角 他本身就是一個樂隊 Band IV的主要打手 女主角 但是他照著一個 一開始我們都以為 這個小孩子 就是他的 娘母女的故事 娘母子 娘母子 他是天生的一個鼓手 的確這個童星 我覺得他演戲相當好 我想他本身也是真的喜歡 像是打鼓 他對節奏那些 他看來很久 是的 導演也說了一點 就是陳樂庭的背景 他就說 是等於很久 這個童星出現 等這個童星出現 因為他就說 需要一個真的有這樣的 背景 技能的童星 就是打鼓 就是有音樂熟悉的 這個陳樂庭 就是本身來自音樂世界 他的父親就是Teddy Robin的樂隊 其中 就是懂得的 一個成員的那些 那些子女 是的 所以他真的 他說他五歲 經常在紅館打鼓 鼓舉的演唱會 就是一個 很難得 遇到一個 叫做音樂天才 是的 你不是說等就等到的 是的 他就說 如果找不到 或者等不到 他就要改劇本了 是的 的確 因為他 我想 他現在 那個角色 他本身 那個演出 就相當之好的 而且他對那個 叫打鼓 那個 因為這是一個 音樂家族的電影 他很自然地 進入整個 那個戲劇世界 除了他之外 還有一個 Teddy Robin 她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女主角 是姐姐 這個是妹 從來沒見過 Anna 這個妹 本身她自己 又喜歡音樂 這樣 這四個 串連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 她 正是 現在的故事 她正是發展 這個 四個 家庭成員 她在這個時候 她面對的 大家自己的 父女衝突 還有這個叫做 母子之情 小孩子 做得 給我的感覺 最吸引 就是 她可以比美 楊德昌 那一一 那個拍照 專拍別人 背面的那個少年 她做戲做得很好的 另外我想 Teddy Robin 她這次 這部電影 裡面 她 導演 編劇 都故意 又將她自己的世界 就是Teddy Robin自己的形象 的世界 套入了這個 走老爸爸 這個爸爸 那裡出來 那整個戲 給我一個感覺 因為我最初沒有看資料 或者看了一些片頭的時候 都預計 都是藉著這個家庭電影 就是講現在的香港世代的故事 那的確是 但是呢 看到一開始沒有多久 就發覺 她不至於是就這樣講這個題材 而我反而覺得整個故事 她又溫馨 又有家庭衝突 那些東西表現出來 我覺得在主流片裡面來說 她是很豐富的 但是我反而最喜歡 就是賴欣慈 她這次 她處理這個故事的時候 她突出了一條戲劇線 是挺強的 就是 因為整件事情 都是發展了 她的那個媽媽 親生媽媽 就過了生了 過了生的時候 就爸爸回來 那些衝突之餘的時候 她也都發覺她自己 原來有一種叫 那種叫遺傳的家族病 就在她的身上出來 那整個故事 突然間 你會發覺 她有很多線的發展 她不僅僅是說一個 即是藉著這個家庭 我們香港現在 面對處境的問題 而是反而我覺得 她對於一個女主角 她那種人生 會不會在那一刻 當她發覺她自己有這個病的時候 她也很喜歡音樂 但是她這種病 就很快 她會知道 她可能很快很快 就會結束了她 很多平時的理想 所以我覺得 在這部戲的時候 我其實很意外 一直看的時候 她第一次拍主流片 她對主流的拿捏 有一種新的處理方式 而這種新的處理方式 你說好不好看 其實大家都在看的時候 可以見人見智 但是我覺得她聚集了很多 這個戲裡面 聚集了很多 我們很熟悉的 那些新世代的音樂人 是啊 或者 舊都有的 王志忠 是啊 陳滿仁 你會看到她 新舊在這裡 可以說是挺全面的 這個是她特意說 她想每一個角色 都是來自香港的音樂人 比如你看到 朱柏謙這樣 我們平時都看到 咦 好像經常都演出一些喜劇 大家不要忘記 她本身就是朱玲玲的 其中一位成員 她應該是音樂人 就是她有心地去找 那我也很認同幾圖說 就是說 後段是很厲害的 尤其是後段 尤其是當 她去描寫去面對那件事 就不是純粹面對那個病 因為那個病 很有趣就是說 涉及了記憶這件事 記憶與遺忘這件事 其實如果大家觀眾看的時候 你開頭幾個都說 是扔到現在香港的環境 就是香港的環境 加上這個病 我覺得很有心地去做一個設計 我自己覺得 這個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看裡面 其實她也有很多一些叫做 即是寫邦力的設計 譬如街街 家裡看到獅子山那些 即是她不是叫做 滑出牆那一隻 大家觀眾意味一下 即是視覺上 我覺得她處理得很好 譬如遙望獅子山 然後有一幅拼圖 那個拼圖也有一個 獅子山意象 設計來的 我覺得是很豐富的 你看到這些東西 設計很豐富 所以我覺得純粹 即是不單是音樂意外 你看到其他有很多異象 她都設計很豐富 那麼幾圖 剛才第一個點 就稱讚她四位演員 我覺得她 是就著 即是她叫做四拍四家族 大家都不同崗位 譬如鄭翰奇就是 就是鍵盤加主音 Teddy Robin就是結他 即是最拿手的結他 Anna就是Bass 小朋友就是鼓 然後呢 剛才幾圖說 這個小朋友 有一種楊德昌一一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她 就是 小朋友 我覺得本身她打鼓 可能她有四代打鼓 她的性格是這樣 即是很捕捉到她的本色 她的本色就是這樣 她打鼓也有一種古老的性格 就是打鼓的性格 小小說 我覺得 是真的遷就著角色 我不知道是不是遷就著角色寫 或者拍 其實我覺得是很搭 很搭 小朋友的性格就是這樣 因為最近也有很多小朋友片 這個小朋友 即是陳樂庭 我覺得是 零眼相看了 因為其實可能真的 剛巧得運找到她去做 或者可能是 有了陳樂庭這個演員 所以就跟著去改動了劇本 我覺得是真的 描述到那種 少年 有一點點 我不用筆記 有一點點壞壞的 又拐拐的 但是也有一個本性 就是她 即是節奏感 一走路的節奏感 她捕捉得很好 她還有很多事情 因為你剛才也 可能訪問過導演 然後就知道這個小朋友 她的身份 跟Teddy Robin 其實都很熟 其實我看的時候 我也有發覺 就是她在演出的時候 她跟Teddy Robin 那個感覺 咦 為什麼這麼快 立刻入戲 一看到她上來 沒多久都說 噢 今餐很久 以後有好飯吃了 那些 這些細緻的描述 我想可能導演 在那一刻 可以捕捉到 他們兩個之間 有個關係 有沒有一種叫做 音樂人那種聲聲相識 咦 你結他的 愛鼓的 不如我們掌握一下 有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是 不止的 因為我覺得她 因為她這樣的描述 那時候 你就會看到 她這一種 就像那些什麼 游光小小姐 或者一一的小朋友 就是說 已經 這個 這麼小的年紀 就是已經有那些 叫什麼 小學雞 看到她 已經有很多的東西 她知道 那個叫 父女之間 有關係 就是我的 媽媽 跟她 有一件事 是 不是很妥的 在那個 殯儀館那裡 已經變得出來了 所以 這個氣味 我覺得 很自然 很濃郁 這樣就出來了 因為我第一次 譬如都是看 導演 郭欣慈 賴欣慈 之前那些戲 都是很概念化 不是戲劇性 那麼強的那些戲 但是這個 我覺得是出了一些 戲劇出來 可能因為 大家都是 那些音樂人 也有恩由 譬如我那個 陳患仁 和Teddy Robin之間 那些關係 一臉就出來了 還有那個景 我告訴你 他選擇那個景 不是普通一個 就是 陳患仁間酒吧 是的 藝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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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衣地選擇 我覺得 所以 他整體來說 我還想補充 因為我覺得 他這部戲 尤其是 我講 那個 女主角 鄭安琪 他那個處境 和媽媽之間 和怨爸爸的那個世界 但是 寫得很立體之餘 我覺得 他這個是 香港女導演 尤其是那些 新的導演 那些 他都有一個風格 就是 對爸爸 總之 總有一種 我們男人看的時候 覺得 他有一種怨 但那種怨 基本上 其實是愛的一種表現 我覺得 鄭安琪和爸爸 是燈火爛山 是的 不止的 就算 陳安琪拍的 講狗的那個 他都有這種 就是怨 爸爸 在他年輕時 小時候 他人間蒸發 爸爸也是這樣的 這種世界 你會看 香港也有不少女導演 都想說這種感情 這個真的 我訪問他的時候 其實我有問題 看的時候 他覺得 Teddy Robin加 Anna 去 進入鄭安琪的家庭 那時候 你看他來得很快 就是 我覺得 小小壓突 就是一晚 已經進入了家庭 那我又問導演 導演真的如實地答 他就說 其實他自己本身的背景 有些相似 就是這樣 他都是一個 不是這麼完整的家庭 之下長大 你看我訪問 我不是八卦 但是我覺得 可能是 導演的經歷 打下去之後 就不是我們 所謂的 平常家庭的 這樣處理 這個是有自己的 個人影子 在裡面 是 所以我想大家去看的時候 如果你想再深度認識 香港女性導演的電影 其實幾大部分 你可以數到 都有三四個 已經可以變成主題了 就是他們 將他講自己的時代 或者他生活的經歷 套下去電影的時候 他對爸爸的那種感情 尤其是那種怨 裡面 是幾深刻地變成了 變成了一種 香港片 的 父女情 一個很特色的表現 嗯 這個 我覺得 真的是一個近期 幾特出的 一個很有性格的電影 我想問一問聽眾 將會看 看了他的聽眾 如果大家看電影 電影 電影 破了一段 都是關於 他們的巡迴表演 在一部4Wand 巡迴表演 那麼 在電影裡面 就在尾段出現了 就是 他們組樂隊夾成之後 就在一部4Wand 然後在香港巡迴表演 導演處理很有趣 在電影裡面 你看到其實 拋出一個疑問 就是說 究竟是真還是假的 這一段 這個是導演的 留給觀眾的一個 去想一想的 我看的時候就覺得 你這個處理挺特別的 真的有一個叫做 挺開放的 就是 這個 他們的成功究竟是 一個真實 還是一個幻想 大家不妨就 就是看的時候 用心一點看 我覺得那段 他寫得挺好的 我覺得那段 他從那段 去到尾 你會看到 整個電影 去了一種很理想 就是很有感覺 對香港 很有感覺 他又有韓拍 那段 你看完之後 你也是很感觸的 就是 香港片 你會看到 很多時候 大家的想法 是出那些語別不同的 一種點子 就是這類型 不過最後 大家除了演員 之外 音樂是很重要的 是的 音樂裡面 裡面的歌 全部都是原創 第一件事 幾個名字 我先記住 戴偉 就是音樂總監 Terry Robin也是 另外的歌 就有很多 譬如Anna 就有自己製作自己的歌 就是製作自己的歌 就是製作自己的歌 填詞 很重要 梁柏堅 也有 鍾雪 填詞 L 你都看到 大家如果看完之後 再再調整更多的歌詞 其實真的 是為了一個劇情而寫的 很多 就是調整更多的 他很有味道 是 是 他那個 這段 你告訴大家 其實香港的音樂 现在仍然在发展中的那些东西 我都问了Terry Robbins对着在天台上读咒那首歌 你觉得他可以模仿70年代Terry Robbins的那种广东词 如果没有错的话,那是梁柏堅舍 我觉得挺好,特意叫做新歌新词 但出来的感觉好像回到70年代那种广东话运动 那种广东话又出来了 我觉得是挺有心的去为Terry Robbins打造 告诉你Terry Robbins以前就是唱这些歌 但这首不是旧歌,而是新歌 上上下下,好像怎知冰冰怎知拆着 他用的Terry Robbins唱 你听起来的时候是很喜欢的 因为只有他可以出出这种音域 那种很经典 好,那我们还有很多戏 有很多戏,那我们第一节就先说这套《盛夏愚准》 香港的观众可能不太认识这套戏 但我也很喜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说 导演基斯顿帕索,上一套 我和你都很喜欢,就是《水阳的女人》 也很有心地安排再上下 如果大家看完《水阳的女人》 看完这套《盛夏愚准》 因为他在玩一个叫《元素三步曲》 上一套就是水,这套就是火 下一套可能是泥土,就是水火套 或者是空 我总是觉得我喜欢这套 比《水阳的女人》更深 我觉得是有进步了 亦都是运用那种 典语言上玩设计的那种巧妙 那种不是那么外露 但里面有很多层次 很多层次让你慢慢叹的东西 是厉害了 所以我叹那时觉得很厉害 虽然你看到 剧情开始简单 就是四个年轻人 在一间倒闲屋里面发生的故事 但是里面碰到很多样东西 比如关于爱情、性、创作 就是个人的欲望 你看到很丰富的 其实看似简单 但是其实里面没有一个 前后呼应 或者一些细节上的处理 很妙 我用个妙字来形容 是 多想到观众 心里 咦?原来你在说这些东西 都挺厉害的 那我问一下 你自己喜欢吗? 我对这部电影 因为它是关于创作人的故事 这样就一直在看的时候 去到尾那段 尾那段 就是那段 编辑 将这个创作人 他那个作家的新作品 读出来 那时候呢 他一直读 我又不是很激动 很伤心 但是不断流眼泪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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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厉害的 因为他里面 有一件事 我不能穿的 他那个独白里面 你会看到 那个角色 因为我之前看到这个角色 就是 他是一个创作人 他第一个作品 给了很多人赏色 然后他很努力 就想做第二部的时候 他发觉第二部 就在这个故事 他都发觉到了一个瓶颈位 他本身 那个性格里面 是促使到 他不知道怎么创作下去 但是整个故事 就去到尾那时候 他那个新的作品 那个编辑 帮他读出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 那些字眼 就真的 哇 这个不是老作 是一个文学作品 这样的 嗯 很激动的 所以我看的时候 那其实的确实 我都 因为我和Alan 都是 顺序地去看 这个导演的那些作品 水样的女人 就是郑陆避 但我也很想知道 如果那些观众 他没看过水样的女人 看了这部之后 你进到他的故事世界 然后去看水样的女人的时候 又会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是水火来看的嘛 哈哈 可能有些观众就是火 然后喜欢看水 会不会有分别呢 我相信有分别的 可能是 应该是 因为其实两个故事都挺不同的 两个故事 就是水和火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纯粹故事 就是导演的技巧 都不同了 我觉得 他做了一件事 我觉得 香港的观众来说 我想会特别 会有一种感觉不同 因为这部电影呢 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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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就是这件事 所以那些对白博多 他写得很棒 我想回应你的点 刚才你说 就是在电影里面 编辑为男主角 去读他最后的作品 最后的一段 我倒转就这么说 因为其实呢 去读他的作品 其实 在这部电影里面 出现了 不单是编辑的 譬如 他又问回 女主角 你喜欢哪一首诗 然后他又读出来 其实关于 读一些作品 在他里面 出现了四次至五次 但是每次 都有一个 渐进 是关于男主角的 创作的历程 譬如 刚才你所说 男主角最初 就是一个 一书成名的 一个 作家 后生 去到他写作的 樽頸位 去到一间 度假屋里面 迷头虎缸去改 改 也改得不好 或者是 身边的人 都不太想识他的作品 包括编辑 包括 女主角都不想识的作品 觉得 你这个作品不行 不行的 第二次读 就是 当 第二次编辑 改了 创作的作品 是一种 叫做 哇 男主角很不行 就是 看自己 被人改了 就是 好像一种 比较 跌了下来的 感觉 就是 天才是跌了下来 但是 去到最后 那一刻读的时候 层次多了 我没有几个激动 我觉得 真的处理得很好 就是 男主角将他身边的事 写了一本 就是 变身了一本小说 而得到这位 編辑的上色 編辑读的时候 正正就是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是由劇情发生的内容 这是一个很巧妙 很漂亮的设计 漂亮 就觉得 咦 你又将 我们看电影的剧情 变成小说 写出来的设计 这样编辑出来 第二件事就说 原来我们 可能成为一个 好的作家 好的作家 好的作家的时候 需要靠 我观察 身边的事 或者经历了一些事 才写出好的小说 这是第三层 为什么我觉得 这一套是用妙 就是每一个章节 某一个情节 你可以拆出很多类型 来说 我觉得 这是我们看的 是阅读 这么漂亮 或者摄取得 这么好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 尤其是 我补充你刚才说的 那个描述 这个很适合 给那些 喜欢写作的朋友去看 其中 就是编辑 初初来的时候 跟他去讨论 他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 那个编辑 他读 那个小说的时候 他一边读 他就 反映 那个镜头 就是 反映 那个作家 就是这个主角 他一边听 他都觉得 不对路 是啊 他这样读出来 有问题 嗯 你会发觉 他很想停 但是他又不敢停 这个也是 他的师傅 编辑 那我觉得 他这些细节的表现 我看的时候 都很入气 就是 他这样描述到 一个 比如你的作品 你自己觉得 都是很精心 这样来处理 但是 就被人评价 好不好 那他评价 好不好的时候 他最初就觉得 是不是你未到那个程度 这样 嗯 但是当他那个叫师傅 那个顾问 mentor 读他那时候 他就立刻 知道你自己有什么问题了 嗯 但是对比他后面 那个他新的创作 就更正 那那个吴村桥 但是如果 你看到 他是 就是彻底 和之前 那个故事 就是有读出来的部分 他怎么样 不同了 那你会看到 喂 这个 这个主角 他是已经 现在真是 使尽原话 好像这个名字 盛夏如尽 里面 经历了这个 一次 那个 就是这个 假期里面 出现那些事 而是 他再重新 去面对的 创作的时候 是 他已经一开始 你都已经 我想 一般的 喜欢写作 或者写故事的那些朋友 立刻 进入到他的世界 是不同了 究竟是什么 我会视为 就是要经历了一些东西才成长 是啊 是啊 我不能够穿巧 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 没有穿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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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巧 我觉得他最主要 就是说出 文字 语言的那种 力量 和那种 那种 深度 他就藉着 这个 男主角 他那个 过程 就能表现出来 但是 还有一件事 我想问一问 Alan 喂 女主角也是 《水荣的女人》 就是女主角 很可怕 但完全不容了 没有那么精灵 上次好像 一个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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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这个是卡门 卡门 卡门 西班牙 西班牙 卡门 你见到 其实 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没有观察到 我纯粹个人观察 就是 男主角的衣着 或者整个人的外形 很像德国的感觉 很浮沉沉 他很好看 人就好像 好像死固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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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者很多符号 我看到女主角踩单车去卖船路也好 去卖船路也好 其实成就很发觉 发觉小笨感觉 我觉得他是乞业设计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他最主要触触旅游区的感觉的时候 因为那个叫树林 他做一个关键的情节 就是说有山火发生的 树林近海边 还有这个叫度假屋的形式 你可以看到他去到很典型的 使得可能其他的不是德国人 一看的时候 都捉到整个景色带来的戏剧的作用 尤其是他有一个我看他这间屋 其实整个结构 你说话很发色 因为这部电影我看的时候 我想再回看以前的我 以前的你还是以前的我 那部韩国拍的纽约电影 他去到那间屋 是从前的洋门 是从前的洋门 他去搞什么 总括来说 我觉得这部电影 尤其是 刚才我们说过他最精髓的那一部分 尤其是 我还有一件事就是 这个男主角 性方面我也想说 哦 性方面 性向方面 也很有趣 最初和一个骨 他的好朋友 黑人男 就是朋友 朋友 但是你看到整部电影 就在说 他其实是否一个 喜欢黑人朋友的同性性向 直到这个黑人朋友 在这个旅程之中 认识了一个很标青 或者很完美的求生员 而且很主动 很主动 打得火 那场也很棒 又是说故事 说一个很迷你的故事 但是我听到很入胜的时候 原来是一条 混乳的 这个也挺特别 你过来问一下我的衣服 这个真的很绝 我觉得他玩性向也挺好 他最初就 他就好像对这位黑人朋友 有个叫做青梅竹马 就是青梅竹马 那样 直接他有黑人朋友 叫做明草有主 就是在这个类型中 认识了另一个 他那种不满 或者妒忌 又浮了出来 但是他没有直接说 他没有这样的取向 但是他导演又放了很多细节 例如说 他当晚上听到一些女主角 他不是喜欢男女之间的东西 你看到他挺有趣的 但是我可能觉得比我乱点 他当女主角和他有机会相处的时候 我们观众也看到他对女主角有一种爱意 比如在医院那里拖手 或者他可能 我最初以为他们会接吻 有一个位置会接吻 你看到导演玩这种性向模糊的东西 为什么我经常觉得有很多类型 你会觉得导演有些东西 导演到观众去估计 去想的时候 他又转到另一方面 转到另一方面 让你又再猜过又再想过 这个是妙的地方 我觉得是 是啊 如果你说他对性的描述 他有一个提出来 爱在最初的一个阶段 尤其是年轻人的爱里面 他不是想定取向的 定不定取向的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怪物的时候 其实太过定了主的取向 小时候就定了取向 那怪物再小一点 反而发觉那一套 刚刚同期的那一套 跟这一套 可能欧洲对性的观念的看法 比较开放一点 而且据说 小孩子的时期 尤其是他现在 据说到年青春的时期 他们对于那里 完全是一个感觉 随着感觉 来看的 所以你会看到 救生员那里 他是不是叫做 如果我就是 蚁蚁蚁插酥 这样来说 其实不是 他就是这样 有时候 有一个开通的那种感觉 来去 怎样 taste 爱 我觉得导演玩东西 就是 不是万人插手 就是性向 会突然间 不是突然间 会转来转去 挺好玩的 是 他那个 其实 所谓 我说 他跟男性的感觉 跟男性的分别 那就是 其他人是 其实是 是 肉体的 就是 那就是 他们喜欢的 是 他性的接触 不是 就这么叫做 爱情 裡面有一種肉體感覺帶來了一種快樂、歡愉的那種 所以這個裡面後來都觸及了 例如火竹之後也在講古城 其實大家都在看那種情和愛 到了最深入的時候沒有那種標籤的時候 那種真愛是怎樣呢? 你會看到這個故事的裡面 除了肥仔、男主角 他那種毒蝕眼那裡 後來他都覺得自己有問題 他打開自己的門 他那個毒蝕眼不是去向別人毒蝕 是被人K.O.的時候很妙的 譬如編輯無意中看到黑人朋友的搭上 原來你很有天分 因為他一直都看不起他這個黑人朋友拍的照片 所謂的很隨意或者他的想法 覺得怎麼可以的 還要罵他 但是當一個比他背份更高的人 想認識這個黑人朋友的作品的時候 他那種毒蝕眼那種失敗的眼光 變成了挫折 又是挫折 又好像看不起人 但彈起來 他不可以太外露 其實整個處理很有趣 還有一件事就是 除了之外 當女主角的身份被揭開的時候 又是很巧妙的那場 原來你的背份是這麼高這麼厲害 因為我一直看不起你的時候 那也是很有趣的設計 我覺得他這個很巧妙的 還有我覺得 因為我們現在香港觀眾 很喜歡那種叫毒蝕的 那些主角是那些叫毒蝕世界的 但是你會看到 他沒有受一個更加強的那種矛盾的攻擊 這部就是 你看到那個男主角 他最好看的就是 你會看到就是 他有一種作家的天罰 但是他有一種叫毒蝕 不知怎麽入世 但是他去到覺得 那些很俗 很淫賤 但是然後那裡 他就藉著整個故事的時候 就好像有一把火燒到他 他自我的性格在裡面 自己發覺自己的問題在哪裏 還有經歷過故事的那個事件 他結束的時候 你會發覺他真是洗盡圓滑的 很大的感觸就出來了 所以那段戲 令到我更感動 你會看到 之前他寫這個男生有問題 他不是在野餘這個角色 他野餘這個 他裡面有一種天分 但是他的天分 就是創作的天分 但是就令到他自己的個性 令到自己孤單了 嗯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戲 他寫人性裡面的那個角色 而且用元素來做一個題目的時候 他跟水一樣 你可以看到 哇 真的火是男人來的 水是女人來的 嗯 他表現出來 嗯 所以他裡面那四個男人 就是他的青梅竹馬 另外那個救生員 另外那個救生員 還有邊緝 邊緝 都是很棒的 所以這部戲 你會看到他很厲害 很在這裡 好了 那變了 香港就很悉心安排 就兩部上 就是上了水人的女人 大家可以再看一次 看完水又看火 或者看完火又看水 大家不要錯過了 那我們下節回來就說 今個星期重點戲了 對啦 花月殺手了